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生物质技能治愈狼窗 靠谱吗? 新闻的求治愈 最能撩拨深奴君的心 一颗爱科普的心 沙发 坐好 这就给大家奉上狼窗茶语制专辑 Action 检查片 血肠规 血液中的红细胞 白细胞 血小板等血细胞 都有可能是疯狂B细胞攻击的对象 如果血肠规检查中发现血细胞数量在减少 有狼窗的可能哟 尿常规 肾的基本功能是过滤血液 生成尿液 如果尿常规检查发现 葡萄糖 蛋白质 红细胞这些本该在血液中的物质 在尿液中的含量却升高了 说明肾脏过滤功能出了问题 肾脏功能受损也可能是疯狂B细胞攻击导致的 说不定是狼来了 自身抗体检查 疯狂B细胞针对自己的好细胞 研制了砖砂武器 并发起了攻击 这才搞出了狼窗 要是能在血液中找到这些砖砂武器 比如抗DSDNA抗体 抗SM抗体 抗磷脂抗体等 说明B细胞已经在攻击自己人了 算是诊断狼窗的重要证据 根据上述检查结果 结合患者的症状 加足时 排除其他疾病后 才能确诊为狼窗哟 治疗篇 狼窗目前还无法根治 患者需终身服药 来达到控制病情发展的目的 狼窗治疗可以从两个方向入手 抑制B细胞活化和控制B细胞的数量 抑制B细胞活化 B细胞越是爱开火 身体所受的攻击就会越猛烈 让B细胞不在工作状态 可以控制病情 抢绿魁 B细胞很疯狂 搞得身体很受伤 其实是有人告诉B细胞 坏人来了 准备战斗 B细胞接到指令 才研发专杀武器 攻击自己人的 那么切断B细胞的指令来源 B细胞就消停了 抢绿魁是一种免疫抑制剂 它能够给断免疫系统的情报来源 B细胞没了指令 就只能复闲在家了 贝利木丹抗 一个动作的B细胞是不会疯狂的 所以不让B细胞被激活 也可以减少罪孽呀 生物质剂 贝利木丹抗 是一种抗B淋巴细胞刺激因子抗体 简单来说 它能提前和去叫B细胞起床的因子结合 搞到B细胞沉睡不行 没机会疯狂 控制B细胞数量 疯狂B细胞越多 身体越受伤 减少B细胞的数量 也成了降低损伤的方法 减少B细胞的出生 B细胞的DNA在复制过程中 需要各种酶的参与 如果降低这些酶的活性 就会干扰DNA的复制 从而减少B细胞的数量 留作票令 甲胺碟令 酶酸酯 莱福米特等药物 就能抑制这些酶的活性 使病情得以缓解 让B细胞死多点 传临纤暗进入人体后 会产生一种叫临纤暗蛋戒的毒物 临纤暗蛋戒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能够毒死分裂旺盛的细胞 B细胞备战时 会启动分裂机制来加强人手 这一举动 刚好被临纤暗蛋戒发现 并直接将这些分裂中的B细胞毒死 B细胞数量降低了 狼疮的危害也就能控制住了 翻外 狼疮的基础样 糖皮质激素 糖皮质激素是一种激素 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和免疫抑制作用 它能让疯狂B细胞冷静下来 放下武器 立地成佛 B细胞不发飙 炎症也就控制住了 病情也就缓解了 脱尼酥 甲泼尼龙等就是该类药物的代表 踢完治疗这一脚 狼疮专题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申毒君揭开狼疮丑恶面纱的同时 还为你准备了肩膀 你孤独难过时 申毒君都会陪着你 解锁病种路上 申毒君的脚步从未停歇 为你 为爱 为健康 申毒君偶心力确 此刻一输 下个专题见了 摸摸哒